這是我們一個全新的單元 理想先生 如果孩子比較愛媽媽 怎麼辦 爸爸絕對不能做的三件事情 第一個 不能講道理 第二個 把責任推給媽媽 第三個 放任他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比媽媽更愛他 哈囉大家最近吃了好嗎 歡迎來到理想先生 有沒有覺得這樣的開場 有點似曾相識 沒錯 我們就是在拷披理科太太 算是向理科太太致敬 這是我們一個全新的單元 理想先生 這個單元呢 他會不定時 大家會有什麼好吃的 主要為什麼會開這樣的一個單元呢 主要是不想要讓 再讓媽媽專眉預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就是一個 很喜歡cover的頻道 有嘻哈俠 有嘻哈娘 理科太太 理想先生 好啦跟大家說 為什麼會有理想先生這個單元 理想先生什麼意思就是 也不是說我是一個多麼理想的人 而是我想要就是邀請大家 跟我一起成為一個理想的先生 或是理想的爸爸 這一系列呢會分享 就是我在當丈夫 當爸爸的時候 所遇到的一些 挫敗 或者是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學習到的一些事情 那想要分享給就是 所有的理想朋友 特別是 給爸爸們 所以今天要吃的第一道菜是 今天要吃的第一道菜是 如果孩子比較愛媽媽 怎麼辦 那當然這個東西 它不是只用在爸爸的身上 如果你要有角色互換也是可以 我會用一個故事跟大家分享 事情是這樣的 就在前幾天 廖翔 他住院 因為前兩天都是我在陪 廖翔睡覺 媽媽單獨在家陪料理 前兩天我就睡得很不舒服 媽媽 你說什麼 我們就輪班 以前都是 媽媽陪料理睡 那本來他還在看影片 他也沒有發現 然後突然發現 欸 怎麼媽媽不見了 剩下爸爸一個人 他就開始崩潰大哭 那這個時候呢 爸爸絕對不能做的三件事情 第一個 不能講道理 但是 我馬上就跟他講道理 因為我就告訴他說 為什麼要換媽媽陪弟弟睡 然後我陪你睡 因為我前兩天睡得不好 然後你也要體諒爸爸 只有一天 那媽媽就會再回來了 那他講完之後呢 還是大哭 好不好 所以絕對不能講道理 因為 其實他都知道原因 但是他就是沒有辦法接受 好不好 所以當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不能跟他講道理 就跟對女朋友 或對老婆一樣 好不好 也不能講道理 不是因為他們不講道理 而是 不是道理的問題 是情緒的問題 要先處理他們的情緒 才有辦法來講事情 所以 第一個方法就沒有用 第二個不能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把責任推給媽媽 那時候我就有起另外一個念頭 好啊 要不然就打電話給媽媽 來請媽媽跟他溝通 或者是為什麼他要過去 因為我沒有辦法解決 好啊 那你們自己跟他說清楚啊 你自己電話之後跟他講啊 甚至他還想要聽故事 我說好 那你就叫媽媽念故事給你聽啦 但這件事情也沒有用 因為如果真的打電話的話 你會 這個小孩不自己解決嗎 第三個不能做的事就是 放任他 但是我也做了 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所以我就 在那個時候我就說 好那 我要幫你洗澡 你要不要洗澡 你不要洗澡 那你就哭一下 那他就繼續的哭 那我就先去洗澡 在洗澡的過程呢 上帝給了一個提醒 因為我曾經聽過 如果有人他可能上癮了 或是他有一些困難 其實不是要把這個東西拿走 而是你要去滿足他 去填補他 裡面的空虛 因為聽過這件事情呢 我就想到 當孩子比較愛媽媽的時候 爸爸你該怎麼做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比媽媽更愛他 就突然有這樣的一個念頭 所以當我喜歡找之後呢 我就說 爸爸也知道 你現在很難過 媽媽沒有辦法陪你睡 因為我也很想要媽媽陪我睡覺啊 我們很多人就要媽媽陪我一起睡覺啊 爸爸也很希望你很希望 第一個我先理解 理解他的感覺 理解完之後呢 我就跟他說 那爸爸也知道你很辛苦 因為你要面對這樣的一個改變 平常都是媽媽陪你睡覺 爸爸等一下念故事書給你聽好不好 而且你要聽幾本都可以 然後他突然就安靜 他就點頭 然後說好 所以呢 我們就一起去找了很多的書 大概有八九本吧 然後就一本一本 所以我就一本一本的念給他聽 他就很開心 本來是說要全部念完 但是真的到第三本 第四本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我們是不是念完這本就休息了 但他一開始他還說不要 但是我跟他說 可是爸爸也真的有點累 而且時間也很晚了 我們明天後天繼續爸爸再念給你聽好嗎 他就說好 所以他就整個人就轉變 變成一個願意溝通 而且可以體諒父母的孩子 那我覺得這整個過程最關鍵的原因就是 他有感覺到被愛 被理解被愛 不是一味的要用道理來教導他 不是告訴他對錯 這是我就是真的滿深的一個體會 因為其實很多在家裡 一定都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就是比較愛爸爸 或是比較愛媽媽 那很多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算了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麼啊 但結果就是這樣 那就這樣吧 或是就把責任推給另外一半啊 但其實這一切 都不會讓事情改變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比較愛 你的另一半唯一的方式就是 比他更愛他 好嗎 付出你的愛 讓你的愛能夠滿足你的孩子 那他就會更靠近你 更信任你 更愛你 好了 這是我們第一集的理想先生 那謝謝我的理想太太 一直在隔壁陪伴著我 你在等你結束嗎 怎麼樣 實踐這一集 你在說這位嗎 這這位在等你啊 他在等你 好啊 爸爸不要啦 不要講我是不是 嗯 那誰講 媽媽 欸 那挑戰馬上來了耶 怎麼樣讓他更愛我 直接馬上來了 第一集的理想先生 就到這邊要告一個段落 這系列呢 他不會定期的出現 可能有一些事件 或是我有一些成長 有一些學習的時候 才會跟大家分享 那我也沒有說 我就一定對 其實這過程當中 可能也有很多 不是對的地方 不一定適用每一個人 但是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的經驗 那如果你覺得好的話 你也可以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那也希望 特別是 丈夫 或者是 啵啵 也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 成為更理想的 理想先生 我們是100種理想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話 請按讚分享加訂閱 要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